现在国内有好多家的outlay 从去年开始 其实全台的outlay市场 就已经创造了大概是300亿的好成绩 而且是北中南 通通都有 北部有华太名品城 还有日商三井的outlay 那中部也有三井 以及台中的利宝 而南部呢 则是有一大世界的购物广场 不过现在国内的百货霸主 星光三院也决定要跨足outlay市场了 农历年前在高雄的草务道 以SKM Park这样的品牌 要杀入这outlay的战场 不过呢 目前是由星光的吴家老三 吴星昌全盘操刀 他就说自己叫做阿宅进场 希望能够打造的是一种 美式的休闲风格 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他说有50个独家的品牌 200多家的店铺进驻 那像是万宝龙啊 Old Sans还有Boss 都喊出了三折起跳 希望让他们的outlay 走出新的风格 所以对于传统百货来说 的确看来未来都面临了转型的压力 那么先前有平面媒体报道 说远东SOGO高雄店 在进行业务转型 要大裁员200多个人 不过今天SOGO也出面澄清了 说并没有200多个人 而是做一个规模的调整 精简了28位员工而已 不过疫情方面都是呢 在这个营运之下 帮助他们创下了新高 尤其是精品的部分 复兴馆业绩大幅成长 海挤下了台北101 远东SOGO百货 去年受惠年底五倍券 和周年庆意诸营收 但是最近平面媒体却报道 商称接到爆料说 SOGO要从南部据点开始裁员 估计将裁员200多人 闹得沸沸扬扬 如今SOGO发出严正声明 表示是高雄店正在进行业务转型 调整经营模式 所以单店将依规定 精简28名员工 并且强调资遣条件 优于劳基法 对于不时报道将采取法律行动 今年我们特别让员工 能够有个大概四个 百分比的一个调薪 那最主要也是 因为大家过去这两年 真的很辛苦 日前喊话帮员工调薪 但去年百货业 整体受到疫情重创的业绩 依然难以回补 数据显示 前十一个月 百货营业额和前年同期相比 还是有百分之四点八的差距 那其实以前百货公司 它其实三大的营收主力 第一个就是小吃街 第二个是它的所谓的精品 第三个是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季节性商品 但是因为其实以疫情来说 季节性商品是衰退的最严重的 这几年我们会发现 很多的这个区域型的 这个所谓的超市超商 都取代了百货公司 本来的购买机会 所以如果今天 对这个百货公司来说 它没有提出一个 更好的品类的转型 就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购买的 这个机会的丧失 为了扭转颓势 今年一月 业者赶在农历年前 开新电型 像是新光三月 在高雄开设 占地八万七千平方公尺 南部最大的outlet 远百竹北地 也在一月十六号 市营运开幕 要加紧冲刺 今年营运成长 三连新闻 宋运宽 李萌珊 台北报道